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吃得很简单 一锅里煮几样菜 就吃饭了 晚上关门后 在狭窄的空地上打上地铺 就是我们睡觉的床 我们起早贪黑地干了几年 赚了一笔钱 我就想在省城买套二居室的二手房 把儿子接到了省城 毕竟孩子不在父母身边 时间长了不行的 可丈夫说 卖碟片也不是个长期生意 你看现在看碟片的人变少了 我们生意也越来越差 你现在用这钱买了房子 等我们生意做不下去时 我俩去做什么 丈夫说的这话 我细细一想觉得很有道理 我俩商量了一下 直接用这笔钱在学校门口买下一间店面 卖吃的 我们请了个人照顾卖碟片的店 我和丈夫则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门口的小吃店里 我们早上六点就营业了 一直迈到晚上十一点才关门 我也是一名母亲 我知道当母亲的就怕孩子在外面吃错东西 所以我用的食材都是好的 价钱收的也不贵 渐渐的我的生意比周边的几家老店铺都好 我又请了两个工人才能雇得过来 等我和丈夫在省城买房时 儿子已经上高中了 丈夫要让儿子念的是一所封闭式的学校 儿子住校读书 我只有每个周末才能看见他 对于儿子 我总觉得亏欠太多 所以都是尽量满足他 给他吃的穿的都是好的 儿子也许是这么多年不在我身边的缘故 我总感觉他跟我不亲 主动找我时 基本都是要钱 丈夫总说我 你别这样惯着你儿子 他一要钱你就给 这样会把他惯坏的 我也知道这样会惯坏儿子 可他也只有要钱时会主动找我 如果这点要求我都不能满足他 我害怕他恨我 后来儿子考上了外省的大学 才大三就往家里带女朋友 他叫小林 家在我们省的一个偏远县城的小镇里 还是单身家庭 我对小林印象一点也不好 他那嘴能说会道的 很会哄人 但总让我有一种感觉 他跟人打交道 都带着目的性 我对儿子说 儿子 你现在还在念书 不是谈恋爱的时候 你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等你以后工作了 可以找到更好的对象 儿子反过来说我 妈 我今年都二十三了 您二十一岁就和我爸在一起了 您也好意思说我 我想到儿子会这样说我 一时愣住了 不知怎么接话 儿子又说 您是不是看不上我女朋友 嫌她家里穷 儿子这话更让我接不上 当着儿子的面 我也不想说那女孩的坏话 儿子大了 有她自己的思想和决定 我也左右不了 只好由着她 儿子大学毕业后 领着小林回了家 说是要结婚 让我和丈夫都十分震惊 我问儿子 小林毕业不回家吗 儿子说 不回了 他都要嫁给我了 还回去干嘛 难道您希望我和他一起回到他老家 我当然希望儿子留在我身边 这样一来 也只能默认小林住了下来 我把客房收拾干净 让他住进去 我每天都盯着他俩 就怕给我来个未婚先孕 慌了手脚 小林这人很勤快 做饭 打扫都是抢着做 我看他的样子 像是在家做惯了的 十分熟练 两人回来后 一直没出去找工作 整天待在家里 儿子张口闭口就跟我提结婚的事 让我给他们买套婚房 我对儿子说 要结婚也行 你们得先有工作呀 工作做不好 你们结婚了以后怎么过日子 儿子带着小林出去找工作 找了三天一无所获 又回来跟我说 妈 我们想好了 先不找工作了 您先给我们点钱 让我们把车给学了 以后上班就没时间去学车了 这不会开车去哪儿都不方便 我没办法 只能拿了一万块钱给儿子 让他和小林一起去学车 没过几天 儿子又管我要钱 说是那一万块钱交了学费 让我给他零花钱 儿子跟我说 妈 现在的东西什么都贵 我们也不能天天在家里 总要和朋友出去交际一下 在我们没找到工作前 您每个月给我们一万块 吧 在儿子眼里 估计我和丈夫的钱就像风瓜来似的 一点不知道赚钱的辛苦 丈夫说 这样吧 你俩每天到店里帮忙 我每人给三千的工资 儿子说 爸 您说什么呢 我们可是正经大学毕业的本科生 怎么能去小吃店帮忙 也不怕被人笑话 丈夫听儿子这么说 就要发火 我见识不妙 连忙去打圆场 把丈夫给劝走了 丈夫走时对我说 你就这样惯着你儿子吧 早晚有一天你要吃他的亏 我有些不乐意地对丈夫说 这也是你儿子呀 咱俩以前忙都没好好带过他 现在有能力了 每月给他一万块 让他日子过好一点也不算过分吧 丈夫看了我一眼 摇摇头走了 自那以后呀 我每月都给儿子一万块的生活费 他俩学完车 有了驾照 也不出去找工作 我催儿子 他就说要先结婚 才去找工作 男人自古以来就要先成家 后立业 真不知道这是哪门子道理 我说不过他 只好提出和女方家长见面 商量结婚的事情 小林父亲早逝 跟他母亲相依为命 他母亲说他不会坐车 不过来了 让小林把他的意思转达给我们 小林说 他母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彩礼让我们看着给就行了 但一定得全款买一套婚房 那房子还得加上小林的名字 作为一个女方的母亲来说 她的这个要求不算过分 婚房要加自己女儿的名字 也是为了自己女儿着想 可作为男方家长来说 我宁愿给彩礼 也不愿意在房本上加小林的名字 那房子一百万呢 我和丈夫辛辛苦苦赚钱买房 就这样分了女方一半 我对小林说 这彩礼钱是要给的 可房本上不能加你的名字 再说那房子我早替儿子给买好了 房本上写的是我和老伴的名字 小林听我这么说 只是笑笑 什么也没说 可晚上儿子却跟我闹了起来 儿子说我 妈 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小林这么大老远地嫁到我们这边 举目无亲的 就是房本上 加她名字这么小一件事 您也不能答应 我和她结婚就是好好过日子的 房本上写谁名字不是一样 您还指望着她跟我离婚分走您一半房产吗 儿子真是一点不懂事 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心 可我也不跟她说房本不写小林的名 就是房着她俩离婚啊 儿子又威胁我说 妈 您要连这么小的要求都不能答应 那也没什么意思 房子也不用买了 我和小林回她老家去吧 她老家的房子便宜 我们就在那里过 我没办法 只得答应了在房本上加小林名字的要求 丈夫一开始不答应 我又劝她许久 儿子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结婚前一个月 小林的亲戚说要到我们这边玩 儿子又跟我多要了两万块 说要招待小林亲戚 不然要被人说闲话 那天 我和丈夫正在店里忙着呢 小林打电话给我 说是她生日 想请我吃顿饭 我想着小林生日 怎么能让她请我吃饭呢 就对她说 你把位置定好 到时候阿姨请你吃 小林高兴地挂了电话 没过多会儿就把酒楼的位置给我发了过来 我和丈夫打了招呼 就跑去蛋糕店给小林订了个大蛋糕 下午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我就提着蛋糕先到酒楼去了 到前台一问 才知道小林居然订了五桌 我都傻了 不就是过个生日吗 怎么请那么多人 我拎着蛋糕就往包房走去 才到门口就听见小林的声音 听着像是跟她的亲戚说话 小林说 大姨 我婆家有钱 婆婆每月给我一万零花钱 想要什么她都能给我买 我虽然没有工作 可日子过得一点不比别人差 以后家里的店面也是我们的 您就放心吧 只听她亲戚对她说了一堆恭维的话 小林又说 大姨 今天给您点的菜都是上好的 等会儿多吃点 我听小林这些话心里挺不高兴的 什么叫家里的店面也是他们的 她这还没嫁进来呢 我这人还活着呢 就惦记着我的财产 我心里虽然不高兴 但也不好发作 不然儿子又要跟我闹 我只好装作没听见 吃饭时我才知道 今天不止小林生日 她大姨的生日也是今天 小林请的不止她的朋友 还有她大姨的亲戚朋友 当时我就有一种冤大头的感觉 等菜上齐了我一看 好家伙 有的菜我可只在电视上见过 从来都没吃过 就是去菜市场买原材料 我也舍不得 这桌菜至少也得两千标准吧 我们一盒饭才卖八块钱 这要卖多少盒盒饭呀 菜上齐 小林忙招呼她的亲戚朋友吃上了 儿子也一个这样的夹菜给她 我和丈夫像外人似的 我看了一眼丈夫 她脸色十分难看 一直没动快 我给她使了个眼色 就转身走出来包间 也没人问我一声 丈夫跟在我身后出来了 我俩直接回了家 我把听到的那些话告诉了丈夫 她气得不行 丈夫对我说 好在那房子的名字还没改名 你儿子回来就直接跟她说 既不改她的名 也不会加儿媳的名 她俩这婚要结就结不结就算 这种儿媳不能要 我点点头答应了 小林这孩子根本不靠谱 大学毕业也不找工作 还没嫁人呢 就住进南方家不说 还学会了算计 晚上九点儿子打电话来 让我去结账 我对她说 这宴席我是不会付钱的 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过了一个多小时 儿子和小林回来了 儿子一进门就骂我 说我不守信用让她难堪 又威胁我说 如果我在这样 她要和小林回老家了 丈夫说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会再补贴你们 你们自己出去找工作 挣钱过日子 那婚房是我和你妈买的 也不会写你们的名字 你们要怎么办 随便你们 儿子听丈夫这么一说 更是生气了 和丈夫吵了起了 小林忙打圆场 看似劝儿子 实则就是在挑拨儿子 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儿子年轻气盛 和丈夫吵了几句 收拾了东西 拉着小林就要走 临走前 小林看着我说 阿姨 您放心 我一定把您儿子 给劝回来 好好过日子 我摆摆手说 不用了 我们不喜欢 你这个儿媳妇 如果我儿子 非要和你在一起 我们也不想管他了 小林明显 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她看着我呆住了 嘴唇动了动 还想说些什么 丈夫就去把门 给关了起来 不想再听他说话 我们好好的一个家 都是他的挑拨 儿子和我们生了嫌隙 我越想越生气 想着想着就哭了 丈夫对我说 别哭了 有什么好哭的 这么一个白眼狼 早点看清也好 不然以后被他吃得 连骨头都不剩 他以后要是想通了 自己能回来 你可别给他打电话 不然以后 要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丈夫说的我都懂 可这心里就是不好受 这儿子养那么大 和我这个当娘的都不亲 就为了一个女人 离家出走 希望他能早点醒悟 不然以后日子怎么过呀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 点赞订阅关注我